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5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新闻回顾 政府已开始筹备在英国伦敦发行人民币国债 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大陆和香港以外的海外市场发行人民币国债 同时还是习近平政府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一环 此外 为推动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特别提款权储备货币篮子 中国希望由此巩固来自英国的支持 预计这消息将在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19日至23日 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之时宣布 报道称中国政府将人民币国际化设为国家目标 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中国政府曾长期限制人民币与外汇的兑换 但在2008年雷曼危机之后 美元信任危机一度爆发 中国开始转向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推进人民币运用的战略 因为中国不希望本国经济受到美国政策和美元汇率的摆布 习近平将于10月19日至23日访问英国 英国希望将伦敦打造为海外人民币交易的核心城市 正在与德国等镜像加强对华关系 选择伦敦作为海外首次发行人民币国债的市场 中方透露出希望英国加强对人民币纳入SDR支持的意图 2014年秋季英国作为西方国家首次发行了人民币国债 2015年9月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访问北京 为加强与中国的金融合作而铺平道路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小川在经济杂志的署名文章中表示 各方都希望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 显示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强烈自信 中国计划增加海外投资者能够自由投资人民币产品 再通过贸易交易等渠道促进海外人民币流回国内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感谢您的收看